大家好,我是老夏 今天又是 我都记性一点都不好 我说真话记性一点都不好 上次应该是一个多月之前了 四月快五月,四月中期了 两个月了,差不多了 两个多月,之前跟你喊那个排气管软接头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也回到拉刷了 他去新疆端的圈又回来了 现在车点给他检查了一下 有些什么问题呢 对,我们看一下 这是上次喊的排气管软接头 现在从新疆跑回来,知道没啥 然后这个,下支呗 我们看一下哈 左右左右左右,抱着轮台左右摇 不,这样,在这个面 这样抱着左右左右左右,前后 手指前后 我还不行,我给你弄吧 这样,一直是抱着那里,一直是抱着这里 这样摇,对 是不是啊 哎呀,老大呀 不行 晃 简单的很啊,晃 这样晃 哎呀,这么简单,你自己晃一下感觉一下 看到没有,晃动相当大吧 这个下支呗,这个下支呗 啊,这样感觉出了没有 哦,对对对 嗯 这边,右前下支呗已经 废了 废了 然后就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汽油滤芯 应该,他说他十多万公里从来没有换过 那上次我没给你换过,没有没有 上次没换 嗯,我也记得上次没换 没换 行吧,整材料拿来来,把这个 这几样东西直接换了 换了都又可以跑了 这个位置的话 三脚杯已经废了 最主要就是翻这个 嗯,对对对 好,开始干 现在这个左边的三脚杯 哦,右边的三脚杯 已经取下来了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三脚杯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虽然说是拆下来了 检查一片也是好的 可以不用换了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三脚杯应该是螺丝松了 看见没有,螺丝这条磨亮了 螺丝这条磨亮了 应该是螺丝松了 这个三脚杯就不用换 好的 现在虽然是拿过来 到时候推它就完了 三脚杯可以不换 剪它一下也好 反正间线那么大 啊,不行不行不行 但是也有哈佛的 就不用换了这个三脚杯 还可以 直接把螺丝再会上紧就行了 我看螺丝丝口够不够上 丝口应该是够的 到这里 OKOK 直接再装上去 把螺丝紧起来 绝对不是三脚杯套子矿来的问题 先前那个间线 对 就是螺丝松了 对 重新装上去 现在就不用换了 一定要走下手去 对吗 这一点 要是外地的话 你找其他休息场 这肯定老板说 我拆下来的时候 我就怀疑是螺丝松了 但是我想拿出来看一下 对 要不咱们拆就拆了 这个也不拿出来看一下 也不对 对 如果我在外边找的话 肯定是 老板说断吧 肯定再换 不用看了 这个是螺丝松了 好 端上去就稳 现在把旧的 拆下来检查了一片 给它装上去了 这个螺丝之前是松的 前面一个 这里 现在给它装上去了 不松了 这个位置 再搬一下 看换不换 没有换动了 OK OK 好了好了 没换动了 不用换了 就是螺丝松了 还是拆下来看一下稳当一点 前面装上轮胎就好了 再换三个绿心 看一下这个圆程绿心 我们拆下来 头一下看一下脏不脏 这圆程绿心 十多万公里没换过了 我们先抖一下 这个能够打开吗 打开就废了 你还能够放 你还能够焊上去 也不算很脏 这个说实话 这个 稍后我看一下 如果实在不是很脏的话 就清洗一下 不算很脏 有的头出来的话 脏得很 这跟使用环境有关系 你要天天跑灰土路 你试试 也不算很脏 这种 口换口不换 这种 现在这个器用力心 买不上 它是那种卡扣式的 跟这种双双茄子的不一样 没有这个防托扣 没有防托扣的话 这个茄子夹的压力大了 要冲掉 所以说 就只有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这个也不是很脏 清洗一下装上去 用花精去清洗 装上去可以用 今天在修车 早上弄了一个微瓶 然后下午的话 有一个东风风光370过来 检修享分 嗯 他是之前 4月份的时候 我这里换了一个 那个啥 排气管软件头 他过来的时候 我都没有认识他 他都说 我4月份在你这里换了软件头 我都没想起来 后来才想起来了 然后他去了 第一次的时候 有点可挂烂的 也跟我打个电话 但是后来 我问他有没有保险 他说有保险 我说有保险 你到保险公司 在那边修了就完了吧 你还跑到拉萨来找我 就跑不来了 那他在新疆专利圈 又回来拉萨来 跟他检修享分的话 是右边的那个 下肢背 三脚背 这个螺丝松了 然后我拆下来 看了一下是螺丝松了 焦头也没烂 我就把 重新跟他装上去 没问题啊 现在我都没跟他换了 这种 能够不换呢 就不换吧 修了好就修吧 就像早上那个微瓶一样的 如果说都是 拿着什么东西都换的话 说真的 唉 也不是太合适 所以说 这点公司费也是可以的 现在他的车子跟他修好了 他已经开走了 好了 朋友们感谢大家哈 这两天确实有点忙 嗯 我的电子装修的事情 就还没搞完 拜拜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